車子絕對搖晃 破壯處巨響 雲缸的水也快被灑出來 晚間10點11分 又發生瑞士規模5.9的地震 震央都在花蓮受風箱 深度只有8.6公里 連雙北都有感 吊燈不斷晃 看板也是白刀不停 新北三級 台北也有兩級 捷運中和新爐線 更一度暫停行駛 但其實早在今天傍晚 就開始震 國家警報狂想 明顯感受到油晃 花蓮22號傍晚5.08分 極潛層規模5.5地震 花蓮水蓮花蓮市都有四級 接著一分鐘後又開始震 5.09分規模4.4 接著規模5.3 15分跟17分 再這兩次規模4.9 10分鐘內連五震 都是極潛層地震 接續52分的時候 又發生規模5.1地震 研判這些地震 其實大家都是4月3日 規模7.2地震的一個漁震 規模7.2地震 它還是要透過相關的一個漁震 來把這個能量做一個釋放 能量還沒釋放完 花蓮今晚截至9.43分 已經狂震30次 22起鎮央都在花蓮受風箱 以後續規模5以上雨震來看 花蓮受風晚間7.13分 規模5.4 封兵兩次規模5晚間9.13分 規模5.3 鎮央的確都在網路地靠 7.2的凝震之後 它其實會把整個硬力 就是會把比較破碎的地方 會把它搖裂 所以不會有跟過去一樣 就是說還會有規模更大的地震 花蓮0403規模7.2強震後 累積余震總數達到989起 地震中心也提醒後續 還會有余震發生 但明天開始又有封面報導 提醒民眾別到山區活動 以免發生意外 體育新聞 靈蘭家庭台北超播的